我覺得不管在什麼時候 只要意識到問題存在 那踏出那一步就是最重要的 當初我想要來學習隔大辦公室 其實是因為前陣子 我在研究所的學業上面 其實遇到蠻大的挫折 當時是蠻掙扎跟迷惘的 然後是在朋友的推薦之下 我才知道原來有學習規劃這個服務 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所以我想要去更多的了解 它可以怎麼幫助我 遞清我在我學習上面的問題 就是我在第一次 預約學習規劃服務的時候 我當時其實有點迷茫 我是不是要轉換跑道 我在分享我自己遇到的困擾 跟我的學習歷程的時候 我覺得 學習規劃師其實提供我一個很大的發現 就是我在聊到我感興趣的研究的時候 我眼睛是閃閃發光的 然後他指出這個觀察 對我來說是蠻大的一個肯定跟幫助 讓我知道我自己真正感興趣的 然後真正有熱忱的地方是什麼 確定了我想要轉換跑道之後呢 我就在預約了學習規劃辦公室的第二次會談 那這次的會談比較特別是做這個 同才諮詢這個服務 有就是跟我感興趣的領域背景相仿的同學 然後他會去提供我相關領域的一些 不管是學習環境也好 或者是學習的資源也好 我覺得那個過程其實更幫助我 去釐清我想要的是什麼 同才的諮詢他也提供我很多在轉換跑道 比如說準備真事上面的一些很實質的幫助 然後讓我可以更明確的知道我要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同才的諮詢服務之後呢 我就去開始準備轉換跑道的這些工作 提供同才服務的同學 他其實有給了我很多在備考上面的幫助 不管是幫我分析出題的方向 或者是提供一些學習的資源 我覺得對我來說都注意非常的大 我在使用學習規劃服務之後不一樣的地方 比較是我更勇敢的 可以跟別人分享自己的狀況 之前可能都覺得需要自己一個人去解決 可是我會發現原來其實去尋求幫助也不是一件壞事 而且是可以讓你有更多新的發現跟事業 不確定自己想要做什麼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 但是卻沒有信心踏出那一步的同學 我都會想要鼓勵他們來使用學習規劃這個服務 有時候學習好像是一個滿個人滿私密的事情 尤其是在一個感覺大家都很優秀的環境下面 你要去談你在學習上面的困擾是很不容易的 我覺得學習規劃就是可以提供一個很自在 然後不用擔心被評價或者是外在眼光的一個空間 可以更不受任何干擾地去面對自己的問題